第一步呢我们要保证千坠的重力是要大于浮飘的福利的 这个时候我们抛杆入水浮飘是直接被千坠坠入水下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紫线双钩是属于一个糖蝶的状态 接下来呢我们就上拉太空洞 增长浮飘和千坠之间的距离 然后我们抛入水中直到浮飘露出一目为止 这个时候从浮飘一目为止一直到我们的千坠之间的这段距离 就是我们锁垂掉水域的水深 接下来呢就需要把浮飘向下拉一个紫线以上的一个距离 以保证我们最后做掉的时候 钩子是属于一个旋立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不停地修剪千坯直到浮飘露出四目为止 这个时候双钩在水下是属于一个悬浮状态的 然后我们现在挂上双耳上推浮飘 直到浮飘在水中露出两目为止 这时候浮飘在水面露出两目 而钩耳在水下的状态是一钩触点一钩躺点的状态 大家记得点个关注 分享更多的钓鱼知识和小技巧 继续 再来